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,起火部位火势较大,自来水管道和暖气管道被烧裂,现场烟雾浓重,视线不清。 由于长时间燃烧,煤气罐罐体已经被烧红,温度非常高,随时可能爆炸。 情况紧急,消防员利用水枪灭火掩护,待煤气罐周边火势得到控制后,一名消防员进入室内将燃烧的煤气罐取出,然后将煤气罐转移到安全地带。 消防员用棉被进水后将燃烧的罐体覆盖,压灭明火。 火在现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,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。